在江苏无锡市梨花庄一处隐蔽的小院子里 有很多来路不明的猫正在被集中装箱 似乎是要被运往外地 接到消息后 记者和无锡小动物保护志愿者小泥 立即赶到了这个小院子里 只见有三名男子正迅速搬运着一筐筐黄色的竹架子 面对询问这三名男子都不作声 其中一人急急忙忙将一块黑布盖住了竹架 似乎是准备装车离开 见此情形记者一边报警 一边和无锡小动物保护志愿者驱车跟了上去 随后这辆浙江牌照的货车一路直奔西城高速 眼看车子马上就要进入高速入口 志愿者小泥立刻加速前进将货车拦截 记者看到货车装了将近50个简易竹架 每个竹框里团缩着一二十只小猫 除了驾驶证和行驶证 羽毛车司机手上还有一张动物检易合格证明 记者随后和无锡市畜牧局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工作人员判断这张合格证可能是一张废证 车辆被交警拦截半个多小时后 一群青年男女突然出现在高速入口 这五名男女要求马上放行让货车离开 而动物保护志愿者们则表示 一定要护住这些被困的五股小动物 这一对峙就是五个小时 晚上八点左右 市农委动物检疫检验所的工作人员赶来了 晚上九点多 动检所工作人员让司机把卡车开到了无锡市农林局 对动检呵呵症的真伪进行进一步调查 在打了几个电话后 男子同意把这些猫放生 凌晨一点多 在动检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 以及小动物保护志愿者的监督下 整车小猫全部被放生 初步清点 这次放生的小猫多达近千只 其中有近十只猫因为被囚禁时间太久 已经死亡 上千只猫咪如果被运到了外地 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也许被转卖 杀害 甚至成为盘中产 我不敢要求每个人都要怎么怎么去爱身边的小动物 但是同样作为生命 宽容一点总可以 请不吝点赞